我每天就是当地居民,我每天要经过南基地、北基地,每天经过两次 因为我每天晚上要去曼跑,我可可以提一点小小的意见 麻烦你们南基地,是不是可以稍微做一点点调整,或是修饰 因为那个看起来好像就是废弃很久的流浪狗会去的地方 我是后来看到说原来这是刺激的南基地,我后来才发现 后来三天前突然看到说公布栏上面有一个说明会 我想既然每天都要跑步经过两次的话,我还是一回来跟你们说一下好吗 现在那个地方废弃很久的话,看起来是一个小朋友过去说 哎,那是鬼屋吗,很奇怪的地方 跟麻烦你们稍微做个调整 第二件事情是说,我觉得说明会也好,公听会也好,沟通会也好 那还是讲究一个程序正义嘛 我前面有一个学长在前面 我想说找这些有名的人士,大概恐怕都要一个礼拜前去预约 但是我是三天前的时候突然看到报告栏上贴了一张纸出来 所以我才想说今天跑步再过来的时候跟你们说一下 如果说有更多的这种沟通的机会的话,尽量提早 不要让大家以为说好像都没有做到沟通的责任 那我想我是平常常看不好玩的那种人 那我确定说我三天前才看到你们的东西 那即使我们那个大楼的管委会要做这样的说明会的时候 他都至少一个月以上就把这个东西通知给每一个住户 但是我觉得你们做的既然是跟当地local 我们就是当地民众 那我三天前才看到你的东西 那我想其他如果没有通知到的人 那可能他根本不知道你有这次说明会 那这两件事情的话我想就是跟您说的表达 谢谢 谢谢